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为什么杨子的黑粉那么多,我却仍然喜欢她 温帝公主的侍卫手势 杨子,控制舆论第一,无论哪个平台,她的负面评论活不过一小时 看了上面的评论,我作为一个路人粉,并没有去回复去讨论 我只是默默地搜索了一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微博 然后去看看是否真的是唯一关注的明星 耐心的翻到底,结果发现还真只有她一人 然后我又默默地打开民法典有声小说来听 虽然有的听不太懂,但能大概了解一下也是不错的 至少以后预示,能有大概的一个印象 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不能做 最近微博之夜发起了King与Queen的投票 有人说里面数据作假,作为路人粉的我也从不去评论 知默默地投我的票 如果最后的结局她没有成为Queen,那也没关系 我仍然喜欢她 我喜欢她,喜欢她的温柔而有边界 向她学习 02欢瑞一姐之争可修矣 45岁李小冉签约欢瑞,对双方有何影响 1月7日,欢瑞发文欢迎李小冉加入欢瑞大家庭 称,未来,我们携手同行 李小冉也在评论下方回复,老朋友相聚,从此便是一家人 此消息一出,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 很多人料想,持续许久的欢瑞一姐之争是否可以修矣 杨子走后,欢瑞谁能拿下一姐之作的争论便不绝于耳 影儿,洪梦摇以红过一把,再翻红有难度 人气实力恐难hold住一姐 杨希子,黄毅作为新人粉丝基础薄弱,自然也无法拿下高位 最有竞争力的莫过于张雨希和袁冰炎 一个有粉丝力捧,资源有目共睹 在公司各大海报排位中也是高居前列 一个有粉丝追随,所到之处黑粉猖狂,但粉丝也很给力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迟迟不见结果 但李小冉的加入,无疑打破这一局面 45岁的李小冉从1996年入圈,已经从亿二十余年 而欢瑞世纪成立于2006年,算起来,李小冉的资历比欢瑞还要早上十年 1996年,李小冉因电视剧保镖《知匪翠娃娃》而进入演艺圈之后便加作不断 《像雾像雨又像风》、《浪迹天涯》、《爱在阳光灿烂时》、《七剑下天山》等热剧中都有她的身影 她涉猎题材广泛,角色也不一,已大大小小参演了近百部影视作品,塑造了无数个经典角色 早到2010年的民国爱情剧《来不及说我爱你》中的引进碗,近到2019年的《庆余年》里的赴黑长公主,无意不是经典 人气,资历如李小冉,为何要签约欢瑞呢? 这对双方又有何影响呢? 事实上,45岁李小冉签约欢瑞,绝非欢瑞一姐的问题,或和欢瑞布局有关 李小冉从一多年,确实知名度颇高,但却从未斩获影后,事后等桂冠 2014年的《家庭剧大丈夫》也只是让其提名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演员 与她年龄相当的女演员严妮、海青等女演员无意不是手持多项大奖,更别说孙丽,姚晨更是拿奖无数 相对而言,资历与人气都不输他们的李小冉,这一点确实颇为薄弱 此前李小冉所在公司的《世千亿时代》,旗下有刘烨、郭小冬、乌军梅、张鲁一等实力派演员 李小冉也算是一姐,但近两年李小冉的几部作品《时空来电》 光荣与梦想临身见路都反响平平 45岁的李小冉新剧热度跟不上,也未揽获奖项,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之下,她才选择了加入欢瑞 不过有人必定要问,为何是加入欢瑞?毕竟欢瑞是以古偶剧见长,似乎针对的都是青年演员,给中年演员的施展空间不算大 从以往来看却是如此,但欢瑞或许有了新一部的布局 除了古偶剧,她也开拓了一些新的市场 欢瑞曾联合出品的《全语力》便不是古偶剧,而是一部选拔基层干部的故事 主演也大都是中年实力派演员,如蒋文立、郭小冬、张峰逸、佐小青等 还有此前的长津湖也有欢瑞的投资,种种迹象不难看出 李小冉的加入并非是表面的一解之争可休矣,更重要的是可以看见欢瑞的布局 或许在古偶剧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她也想开拓新的市场 而实力和知名度都在线的李小冉也是欢瑞的最优选择 如今李小冉的经纪公司一览已变为欢瑞世纪,或许今后双方有何影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